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扎栏前伸出手 招揽着前来循环的客人 此时的克里斯一边行走 一边扫视着栏栏里的妓女 但令她失望的是 她一直没有找到特定的那个人 突然她听到不远处的栏栏里传来争吵声 原来是妈妈桑在教训一个隐藏在医院中的妓女 由于妓女的一半身子藏在黑暗中 所以克里斯只能看见她的侧脸 从侧脸可以看出她长得娇艳如花 克里斯有点疑惑 按照常理而言 这种长相的妓女不缺客人 怎么会被妈妈桑又打又骂 正当她望着那个妓女愣神时 一个声音喝人嘴的背后响起 只见一个只有一半鼻子头绑鸡头的猪如 出现在克里斯面前 她是这里的老板 她告诉克里斯 最好先找个地方住下来 这里天黑时最好玩 只要遵守规则 自己很欢迎大方的美国人 克里斯表示 自己是来这里找一个叫小桃的姑娘 她很特殊 老板听完后立即回答克里斯 这里没有叫小桃的姑娘 但自己有许多其他好看的姑娘 这些姑娘物美价廉 克里斯今晚可以先住下来慢慢挑选 毕竟明天早上才会有船继续航行 而且这里晚上可不太平 话音刚落 一个壮汉走到老板身后 克里斯瞬间明白 这番话是邀请 也是警告 老板在暗示自己 在这个小岛上必须要花钱 不久后 入乡随俗的克里斯 坐到塔塔米上 享受着送来的清酒和小菜 她准备明天一早再离开这里 这时她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女人 一个美丽忧伤善良的女人 那是她一生的挚爱 她答应过要带那个女人去美国 可当克里斯准备回美国时 那个女人却被卖到其他地方 她花了数年来寻找女人的踪迹 好不容易得知女人在一座岛屿上 没想到还是功亏一篑 克里斯想到这里 决定放弃寻找 她已经没有力气再继续奔波了 这时房门被缓缓推开 一个女人走进屋内 她正是克里斯之前看到的 那个娇艳如花的女人 女人向克里斯低头示意后 便点亮了屋内的灯笼 克里斯这才看清她的长相 她拥有一头诡异的蓝发 和一张怪异扭曲的脸庞 一半娇艳如花 一半丑琢如鬼 仿佛一个来自地狱的诡计 诡计告诉克里斯 自己今晚是来服侍她的 没等克里斯回答 她就已经缓步上前 为克里斯倒酒助兴 克里斯喝完一杯酒后 宣问她为什么不坐在栅栏前 她表示 自己生来就被诅咒长成这副样子 这种感觉离死更进一步 活着的人害怕自己 自己还不如提前远离他们 自己希望克里斯 不要觉得自己很奇怪很恐怖 克里斯告诉她 有时候活着还不如死去 世间的万物都很奇怪 自己走南闯北 见过无数个事物 根本不会害怕一个人的长相 更何况是一个可怜的女人 话音刚落 诡计竟告诉她 自己知道她在找小桃 小桃大约半年前来到这座岛上 但她已经去世很久了 克里斯听完悲痛的询问 小桃到底发生什么事 诡计告诉她 小桃等不到心爱之人 就选择上吊自杀 这句话让克里斯更加痛苦 她垂胸顿足 拿头撞墙 她感觉如果自己早点过来 说不定小桃就不会死 想到这里她准备立即起身 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轨迹看到后急忙劝告她 等到明天一早再离开 深夜的小桃到处都是强盗 出去只有死路一条 克里斯听完 这才回到原地 躺在了塔塔米上 她表示自己喜欢小桃的很大原因 是因为自己看见小桃 就想到了自己那早逝的妹妹 没想到这一次 自己还是失去了所爱之人 随后 克里斯借酒消愁 持续了很长时间 直到她醉乎乎的躺在床上 而鬼迹在一旁 一直用扇子为她驱赶蚊子 然后克里斯拒绝了 鬼迹雨水之欢的千秋 她表示 自己不是对鬼迹没有感觉 只是今晚不行 自己忘不掉小桃 鬼迹听完后 便催促她赶快睡觉 睡觉就可以忘记一切 谁知克里斯却让鬼迹 为自己讲一个床边故事 一个关于鬼迹的故事 鬼迹心里顿时无味杂陈 因为很少有男人 喜欢听她讲话 她感觉克里斯在尊重自己 于是她开始为克里斯讲述 关于自己的故事 鬼迹出生的地方离这里很远 她在大山深处的贫穷小村出生 那里的生活很艰辛 她的父亲患有肺病 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在床上 苟延残喘 她的母亲是一个接生婆 忙着帮人接生 没时间照顾丈夫 鬼迹出生之后生活更加困难 但她的父母仍然很开心 鬼迹长大后总是一个人 因为村子里的人都讨厌她 觉得她是一个怪物 除了寺庙里的和尚 和尚还为鬼迹展示 用人血化的地狱众生像 然而好景不长 父亲肺病越发严重 为了不拖累家人 她在深夜独自走进了 冰冷的河水里 父亲死后 母亲尽最大努力 也无法养活鬼迹 于是她将鬼迹 卖给过路的商人 鬼迹就这样 在各个地方到处被人买卖 直到她来到了这座小岛 这里的生活 就如同她看到的地狱众生像一样 充滞着痛苦和绝望 随后由于鬼迹的长相 过于凄惨 所以她很少能招揽到客人 妈妈桑因此经常不让她吃饭 她就是在这时 遇到了一个善良美丽的女孩 那就是小桃 小桃是这里唯一对她好的人 她有一颗仁慈的心 而且小桃和其他妓女不一样 她有着自己的梦想 她知道会有一个 爱着她的男人来接她 让她摆脱这种痛苦的生活 她很乐观开朗 加上长得甜美漂亮 所以她很受男人宠爱 这导致很多妓妒忌她 老是要找她麻烦 一天妈妈桑因为翡翠戒指丢失 来到妓女所在的房间 兴师问罪 她的手里拿着一个 在自己房间地板上找到的簪子 她觉得这就是小桃的簪子 其他妓女一看 累计告诉妈妈桑 这是小桃的簪子 还声称小桃老是念叨着 想要那个翡翠戒指 小桃当然不承认 自己没做过的事 她因此惹怒妈妈桑 被带到刑讯室 由于妈妈桑 要靠小桃的身体赚钱 所以行刑的地方 都是一些身体隐蔽的地方 也是身体最为敏感痛苦的地方 用燃烧的香烛烫叶窝 用细针刺进指甲缝 小桃被折磨得无比痛苦 她的手指和脚趾 全部被扎满细针 但她还是不承认 偷过戒指 于是她遭受到了 更加残忍的刑罚 那就是用细针 刺进柔软的牙床 可即使是这样 她也绝不承认 自己没做过的事 当晚鬼机端着一碗水 去看望小桃 结果她看到 小桃已经上吊自杀 此时听完故事的 克里斯眉头一皱 她觉得小桃不可能会自杀 如果是感到痛苦才想自杀 那小桃肯定会在行刑中自杀 怎么可能会在行刑后自杀 这个故事里一定隐藏着其他事情 她恳求鬼机把真相说出来 鬼机听到后警告她 谎言有时候比真相更好 真相往往是最为残酷绝望的 但克里斯还是想知道真相 于是鬼机又说出了一部分故事 原来戒指是她偷走的 她还被小桃撞见了 于是她将小桃的簪子交给妈妈桑 并谎称是在打扫地板时捡到的 当晚她确实给小桃送水了 只不过她在送水后 亲手用绳子将小桃勒死 她还把小桃伪装成 畏罪自杀的样子 这一切都是因为小桃的仁慈 她认为小桃的肉体在地狱 灵魂却在天堂 她不想看到小桃的肉体 在地狱里继续挣扎 她要主动把小桃送往天堂 她觉得自己是邪恶的 自己的朋友也会被邪恶感染 而小桃就是她的朋友 所以她要让小桃痛恨自己 这样小桃就不是邪恶的 就可以去天堂降伏 这时克里斯终于明白 为什么鬼迹会杀小桃 她是一个疯子 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疯子 一个被世界逼疯的女人 但她还是觉得鬼迹在隐瞒一些事 按照鬼迹之前的故事 她不可能如此偏激 于是她大声质问鬼迹 到底在隐瞒什么 话音刚落 房间里已经传来一个不知名的声音 那个声音命令鬼迹 把真相全部说出来 鬼迹听到后 瞬间露出一副真年的面容 她告诉克里斯 既然想知道真相 那就不要被真相吓到 其实鬼迹的父母根本不幸福 他们是要饭的 没有固定的住所 他们沿路七套 来到一个贫穷的小村 他们在小河旁 搭建了一个木屋 河岸上则有着 无数个随风转动的风车 然而小岛的生活 跟小村的生活比起来 就像是天堂一样 鬼迹的母亲 确实如之前所说 是一个接生婆 但穷人没有本事 养活多余的孩子 那些出生的婴儿 都被鬼迹的母亲 随手扔进河水里 每扔掉一个 木居就会在河岸上 插一个风车 而鬼迹的父亲 嗜酒成性 一喝醉就对母亲 又打又骂 毫无怜悯 即使鬼迹出生了 这个家还是如此 起初鬼迹和其他婴儿一样 被母亲扔进了河水里 但两天后 木心看到鬼迹 竟被一根树枝挡住了 他没有被逆死 于是母亲决定 将他养大成人 鬼迹长大后 就开始帮母亲 处理那些诞生的婴儿 从此他就如同 生活在地狱一般 每天都要忍受 村里异样的目光 寺庙的和尚 是唯一一个 没有讨厌鬼迹的人 因为他喜欢鬼迹 那幼小的身体 一天父亲喝酒后 再一次殴打母亲 这一次母亲逃走了 而鬼迹看到父亲 宁笑着走向了自己 当晚他就用木锤 将玷污自己的父亲 活活砸死 父亲在那时 才看到了鬼迹的真面目 此时讲完故事的鬼迹 开始到处挣扎 他嘴里不断喊着 妹妹妹妹 就在下一刻 一只手竟从他的头发里伸出 那只手的掌心 还有两个眼睛 和一张嘴巴 紧接着那只手的嘴巴里 竟吐出一枚翡翠戒指 这时鬼迹告诉眼前 震见了克里斯 这就是自己最大的秘密 自己是双胞胎 这只手是自己的妹妹 除了母亲 没人知道这件事 而自己的父女 其实是一对兄妹 自己的出生 就是一个诅咒 妹妹可以通过牙齿 来让自己感到痛苦 父亲的死亡 也是他逼迫自己干的 他还喜欢漂亮的东西 比如那个翡翠戒指 不过确实是 自己杀死的小桃 妹妹没有参与 克里斯听完后 大为震惊 他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 但令他震惊的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此时诡计的妹妹说话了 原来他从小桃那里 得知了克里斯的秘密 那就是克里斯妹妹的死亡 不是意外 而是被他玷污后杀害的 此时的克里斯 被戳穿秘密后恼羞成怒 他拿起手枪 对准轨迹连开竖枪 他要送这个女人去下地狱 枪声响起后 他看到轨迹竟变成了小桃 从那一刻开始 克里斯的精神彻底崩溃 不久后 克里斯因为枪杀轨迹 被送往监狱 轨迹的故事将他彻底改变 他把食物看成死去的婴儿 小桃和他的妹妹 也经常出现在他的身边 背叛无奇徒刑的他 会一直活在这种地狱般的生活里 等待他的将会是永恒的折磨 整部电影极确性又压抑 有的人认为 轨迹和小桃就是男主的不同人格 轨迹代表男主 小桃代表男主的妹妹 还有人认为 男主就像电影里所说 是被轨迹描述的人性罪恶逼疯的 轨迹扭曲的三观和激情的身体 让男主见识到何为地狱 再加上自身的罪孽与其交织 才会彻底精神失常 其实这两种观点都不是错的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每个人看完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让观众沉浸在天马行空的创意中 去找寻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 这才是电影的魅力 好了 我是不喜旧阿布 我们下期再见